花莲市长陈兴水就任以来,刻意表现他的青年朝气和通静,市区宽然一新,大力十个人行道尤其被各界通道。 可是美轮新市区的路灯和马路坏了以后都没有经费修复,原先宽阔平坦的林泉路被称为林源大道,现在也因为年久失修,路面破损,成了灰尘弊天的产业道路。 美轮地区的四万市民希望县市政府重视这个问题。